嗨大家好,我是大兄 在古今中外,流传了很多预言者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写下推背图的李淳峰和袁天纲 圣经当中有先知亚伯拉罕 还有后来的盲眼龙婆爸爸万家 包括现在的印度神童等等 他们都做出了很多令人惊讶的预言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的预言当中有的时候总会是魔灵两可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 在2020年在东方可能会出现一个改变世界的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东方到底指的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呢? 地球是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是东方 然后在2020年肯定也会有很多新的成功人士出现 所以说这样的预言你会发现他永远都是对的 但是你也可以认为他什么也都没有遇见过 因为他的时间、地点、事情都不是精确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都一定是假的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个 比预言家还要准的旷世奇才 他不是神话也不是都市传说 但是他的预言有确定的时间 有确定的人物还有确定的事情 而且他的预见不是一次两次的领验 他就像命运之神一样 事情每次都能够精确的按照他的预见发生 那么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的郭家 郭家出生于公元170年 早在20多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他的同族郭图 引荐给了袁绍作为袁绍的谋士 而当时的袁绍玉满天下 他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队 所有人都觉得他肯定就是将来那个 能够一统天下的霸主 但是郭家仅仅只在袁绍这里 待了33天之后 这个刚入职的年轻人 居然跟他的引路人郭图说 聪明的人必须要选对主公 这样自己才能够建功立业 而经过他这一个多月的考察发现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药 好谋无绝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表面上想法很多 但是都不得要领 另外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有谋略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却又很难做出快速准确的选择 所以说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平定天下呢 于是 就这样他很快就吵了一个 所有人认为很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人 当然结果就如郭家所预测的一样 后来袁绍的霸言就不断的走下坡路 被郭家这个职场小白遇见了一清二楚 但这样一个预言 肯定就不能让我们称他为命运之神 在公元196年 曹操十分器重了一位谋士 戏智才英年早逝 所以说曹操就写信给自己的首席谋臣 循玉说 自从戏智才死后 他就没有一个可以一起计划大事的人了 你们营州有很多能人意识 有谁可以继任戏智才的吗 于是循玉便将郭家推荐给了曹操 接着曹操便召见了郭家 讨论了天下大事 讨论完之后 曹操就说 能让我成就大业的人必定是此人 而郭家出门之后也开心的说 这个人才有资格当我的主公 然后郭家就成为了曹操的军师祭九 也就是谋士 公元197年 随着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壮大 曹操就问郭家说 袁绍已经拥有了好几个州 兵强马壮 如果说我去征讨他 恐怕会打不过他吧 那么郭家就说 刘邦本来肯定也打不过项羽 但是刘邦后来就用智慧取胜 那项羽虽然是很强 但是最终不也是被刘邦 所逼上的绝路了吗 然后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郭家就给曹操拍了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马匹 连傲娇的曹操听完之后 也都不由自主的修红了脸 而这个著名的马匹 就被后人称为十胜十败论 郭家就从道、义、制、度、谋、德、人、名、文、武 十个方面对比了袁绍和曹操 结果就发现 袁绍十个方面全败 而曹操全胜 听完之后 曹操就信心倍增 哪怕自己兵力比袁绍少 也有了十足的把握打败袁绍 很多人认为 这个十胜十败论不就是在拍马屁吗 只不过郭家是拍对的而已 不过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喜欢思考和学习的人 那么我相信你肯定已经发现了 表面上他是在拍马屁 但是事实上 这根本就是郭家预言将来的方法和精髓 我就有一个家里面世代算命的朋友 他就曾经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算命的先生 十有八九都只是混口饭吃而已 只有百里挑一的人 才真正理解了一斤的精髓 那么这些人 他是真正的通过不同的纬度的信息 比如说你的名字 生存日期等等 来推算一个人将来的命运 就像是天气预报一样 你输入电脑的数据越多 那电脑能够预测的天气就越准确 你甚至能够预见不久的将来 人类收集的大数据越来越深入 纬度越来越高 那么将来的AI机器人 何止是能够预测天气 他们甚至完全有可能计算出一个人 将来的命运 而在古时候的郭家就熟练的掌握了这门技术 他通过十个不同的维度计算出来了 袁绍和曹操不同的命运 所以说我相信你肯定也特别想清楚的知道 这十圣郭家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那么郭家就说 袁绍非常注重繁琐的礼节 而林自然得体 这个是道圣 第二 袁绍是直接叛逆 而林虽然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林毕竟是奉顺汉士来率领天下 这个是义圣 第三 东汉大论的原因就是因为政策过于宽松 而袁绍以宽宽 不能威慑释放 但是林自理严明 大家都依法心事 这个是自胜 第四 袁绍表面上看着很大方 内心却非常多疑 所以说他任用的很多人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 而领用人虽然看起来很随意 但是内心却有如明镜一样 是有才能的人才会使用 不会在乎远近 这个就是度量上的胜利 第五 袁绍的谋划虽然很多 但是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情却很少 而林有了计策就立刻执行 还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这个就是谋胜 第六 袁绍喜欢虚名 所以说有很多人只会吹捧拍马屁的人 去投靠他 而林那用心待人 不虚荣 善待有功的人 正直忠诚的人都会为您所用 这个是得胜 第七就是袁绍只会忧虑他所看见的人和事 而林那却心怀天下的大事 救济和忧虑的所有的百姓 这个就是人胜 第八就是袁绍的手下征权夺利胡说八道 制造祸端而林那却用道德统一着手下 这个就是名胜 第九就是袁绍无法明辨是非 而林那用理和法来维持正确的事情 这个就是文胜 第十就是袁绍喜欢虚张声势 不知道用兵的要领 而林那以少胜多 用兵如神 这个就是武胜 这个十胜几乎就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 而且眼瞼一概 条条都切中要害 可以说与孙子兵法简直是如出一辙 这个就是郭家计算命运的一种程序 所以说如果说你也想成就一份霸业的话 一会看完视频 不妨也从十个维度来计算一下 你将来的命运吧 OK 那我们接着再回到郭家其他的精彩的预言 公元199年 在袁绍和曹操对战之前 趁着袁绍正在攻打公孙战的时候 郭家就立刻劝曹操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请现在立刻出兵攻打旅部 现在如果说不消灭旅部 那么将来你和袁绍决战的时候 他肯定会帮着袁绍来对付您的 于是曹操就立刻出兵 经过三场战斗之后大破旅部 旅部只好退守城池 但是旅部虽败 曹操这边的士兵也非常的疲倦 所以说看此情景 曹操也就打算说先退兵修整一下 但是郭家却坚决的对曹操说 不行啊主公 现在你绝对不能够休息 你现在必须要一鼓作气 不然你将来会后悔一辈子了 他还举了个例子 想当年项羽打过70多场战 从来就没有败过 但是一招失事之后 就导致自己和整个国家的灭亡 这个就是有勇无谋的下场 而吕布还不如项羽 现在吕布败得更惨 如果说我们现在成胜进攻 那肯定就能够活着他 结果果然不出国家所料 曹操就擒杀了吕布 为日后打败袁绍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吕布还没有被曹操擒杀之前 也就是公元198年 刘备就被吕布打败 来投奔曹操 曹操和首相就觉得 刘备这个人有英雄的志向 如果现在不除掉他 那这个人将来 肯定会成为一个祸害 但是郭家却说 曹公你现在起兵 除暴安良 以诚信招募天下的英雄 但是现在刘备 已经有了英雄的名声 他现在穷途末路的时候 来投靠我们 反而被我们杀掉了 那将来还有什么英雄 和我们一起平定天下呢 曹操一想 确实是有道理的 于是就没有杀刘备 但是曹操就忘了后面 郭家的祖父 郭家虽然说不主张杀刘备 但是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刘备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 又有英雄的志向 绝对是不可能屈服于曹操的 所以说一定不能够放走他 只要给他找个闲职 软禁他就可以了 可是当时的曹操 刚刚携天子一命诸侯 他特别想招揽像刘备这样的英雄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采纳郭家的建议 在公元199年 郭家担心的事情果然就发生了 曹操命令刘备带兵去攻打元素 郭家就对曹操说 你这个是重府归山 最后果然刘备就举兵反叛了 一年之后 曹操打算先要快速的消灭刘备 然后和袁绍举一始战 但是曹操非常担心 如果说自己去打刘备 那么袁绍肯定会在背后攻击自己 那么曹操也非常的犹豫 于是他就问郭家 郭家的回答也非常的果断和自信 他就说 他自己在袁绍身边待过 他的性格自己摸得一清二楚 他迟缓多疑 他根本就不会快速的做出反应 而刘备也是刚刚举兵 人心不稳 现在只要我们以雷霆之士猛攻 刘备必败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一个时刻 千万不能够失去这个机会 然后曹操就说好 随后来征讨刘备 果然刘备败头 袁绍也真的没有出兵 公元200年 曹操和袁绍在关渡对峙 大战即将到来 那么此刻将直接决定 谁才是将来北方的霸主 可想而知 双方是有多么的紧张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如此关键的时候 突然就传来了密报 说小霸王孙策准备出兵渡江 北上来袭击朝军 这下就好了 前有袁绍 后有孙策 这个处境那真的是前有狼后有虎 不仅将士们觉得小命快要不保了 那么曹操也是犹豫不决 要不然就先不打他 退兵算了 而且这个时候 郭家的反应觉得才是最精彩的 真的简直就如预言家一样 郭家就愿说 孙策这个人 唯一人非常的轻率 也不知道防备他人 经常自己就一个人外出 也不带什么护卫的 那这样的统孙 虽然说有百万雄师 但是跟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孙策刚刚才得到江东 被他杀的人全部都是英雄豪杰 得罪了不少的人 而他又不知道防备 如果说有刺客来伏击他 他必死无疑 结果就没有想到 孙策果然就被徐公的门客刺杀死了 郭家这一次又是算无一策 犹如命运之神一般 公元202年 袁绍在关都败给曹操之后 随后就病死了 留下袁绍的两个儿子 袁谭和袁相 这两个人就被曹军追着打 几乎是连战连败 所以说所有人都跟曹操说 一定要成胜追击 要彻底的击败援军 但是没有想到郭家就说 祖公千万不要追了 因为袁绍这两个儿子 将来肯定会争继承人 虽然说他们现在暂时处于劣势 但是受死了骆头比马达 而且他们身边还有 像郭图逢祭这样的谋臣 如果说我们现在一路追击 在危险面前 这两个兄弟肯定会一致对外 那到时候我们肯定会损失惨重 其他人不就可以云翁得利了吗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暂时不追了 太平无事的情况下 袁绍的两个儿子肯定会起内讧的 不如说我们现在就先不管他们 假装先进军南方的刘表 然后再静待良机 到时候就能够轻松的把他们一网打尽 曹操听完之后又接受了郭家的建议 假装向南进攻刘表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又完全如郭家所料 曹军才刚刚出门假装去攻打刘表 袁绍的两个儿子就开始打起来了 而且袁坛打不赢袁上 于是就派人向曹操投降求救 那么这个时候 曹操就潇洒的杀了一个回马枪 轮番收拾了袁上和袁坛 结果以最小的损失 几乎是轻松的平定了河北 郭家又一次用他的算命程序 成功预演了未来 在公元207年曹操平定了河北之后 袁上和袁细就逃入了乌欢人的地带 其实袁绍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就跟北方的乌欢人没来眼去的 而曹操就非常担心 万一将来乌欢人支持了袁上 重新杀回来 那自己不就是又父辈受敌了吗 所以曹操就非常想带兵去征讨乌欢 但是曹操和他的部下们也都非常担心 因为他们在北京的时候 南方的刘表万一趁机派刘备来进攻许昌 那自己照样不也是父辈受敌吗 但是这个时候 郭家又自行的说了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刘表和刘备虽然表面上是称兄道弟的 但是刘表知道以自己的才能 根本就不足以掌控刘备 所以说他肯定会防范着刘备 其实我们现在清朝出动 也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 而且袁绍之前有恩于民 袁绍也还活着 现在我们才刚打下河北 明星还没有彻底的归属曹操 而将来他们肯定会向南进军刘表 那万一到时候袁绍和乌环人一起进攻 我们肯定是会父辈受敌的 所以说一定要先除掉这个后顾之忧 那么曹操当然就相信了郭家的建议 向乌环进军 但是后来郭家就发现 行军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他就对曹操说 兵贵神术 我们现在千里进攻 之中太多 走得慢 肯定就会被敌人发现了 不如说留下之中 快速前进 在集团还没有防备之前就发动进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曹操来当然又采到了郭家的建议 直奔乌环善宇的大厅 乌环善宇得知曹操来犯 只能仓促应战 结果可想而知 曹操又一次大获全胜 而这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在郭家的算命程序当中 但可惜的是 郭家在北征的途中 也就是在公元207年 英年早逝 当时就37岁 而后人就特别爱把郭家和后来的 神算子诸葛亮就对比 痛巧时在郭家死后不久 诸葛亮才在牛背山顾茅庐之下正式出山 于是后人就流传出了一句 郭家不死 卧龙不出的话 乍一看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 诸葛亮就是怕郭家 所以说才一直不敢出山 不过有的人就认为 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如果郭家的命 要是能够再长一点 说不定 就根本就没有后来 三国鼎立的局面 那么卧龙也就不会再出名了 反正这句话 就看大家自己怎么理解了 不过对于郭家的死 我又想到我那个算命朋友说的话了 他就说 真正会算命的人 除非是万不得已 都不会真正自己去算命的 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算的越多 失去的也就越多 所以说 郭家如此 英年早逝 难道真的是天度英才 天意如此吗